第十三章,有关韩式的部分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大概有这几个章节 那最后这边有个韩式库 这个韩式库我刚刚有提过这个JQuery JQuery其实就是一个外部的韩式库 那你用它,你要学的话实际上是怎么去使用这个韩式库 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像Enjoy SDK SDK实际上也是包含了大量的韩式库 我们去使用它,其实关键上有点类似 那这里的话,首先什么叫这个韩式 那韩式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Function 是将一段具有某种功能的叙述写成独立的程式单元 然后给予特定名称 以提高程式的重复使用即可读性 那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在那个Java里面 Function,除了Function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Void,不知道各位也没有 应该都知道吧 Void是跟Function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 对,有无回传值嘛 Void是怎么样 就没有回传值嘛 那Function是有回传值 不过呢,在那个JavaScript里面比较特别 其实呢,有无回传值呢 都叫Function 这个是JavaScript的最大的差异 跟这个Java之间的差别 所以在那个JavaScript里面 你几乎看不到所谓的Void 在Java里面是有 那比如说呢,我呼叫一个韩式 然后可以执行某段程式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个Sample 这边的话,使用者自定函数 那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叫做 这个建立的方式的话 各位规则 比如说底下这边有个Sample 我建立一个叫Greeting的一个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就可以 就是用一个Username 去产生一个请输入 这个您的大名 然后呢,让使用者 去输入这个使用者名称 然后最后把他的名称秀出来 并且秀出您好 欢迎某一个人的名字嘛 因为传过来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个名字 然后呢,这个名字 最后把它再输出 会秀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Greeting呢 没有参数 也没有回传值 所以呢,其实没有回传值 在Java里面应该是Void 可是在这里呢 通通都可以用Function来取代 第二个是说呢 刮符后面呢 有参数 那如果说呢 你不想要传任何参数 刮符后面呢 就可以空白 没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理原则 那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呢 利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个Sample 那请各位也是一样练习 这个地方的话呢 在第13章 所以请各位也建立一个 第13章的一个Sample 那这边的话也是建立一个Function 那这Function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想刚刚同学也有发生问题 就是说建立的位置 如果是放在这个比较前面的位置 那将来呼叫会有问题 所以同学也有分享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把它放在Title下方 就是在Head里面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Head跟这个Body 可以把它一分为二 那这一题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Head里面 不过Head会被先执行 所以执行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 这个Function Function名称的话给它 然后后面一定是一个 大瓜糊 那这边宣告 然后最后把它输出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Function呢 除非你这个地方 把它执行呼叫 所以执行它之后呢 它就会怎么样呢 去 先被 第一个 它会先执行这个 然后再呼叫这个Function 再把这两行给执行 所以我秀出来结果呢 就会先跳出什么 跳出一个讯息 然后让我们输入一些字 所以这边的话呢 直接把我的Name打上去 然后按一个Enter之后的话呢 也会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大概类似这样 这样子 那请各位练习一下 Function的建立 跟我们的使用方式 另外你也可以把这一行怎么样呢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Body里面试试看 如果你放在Body里面的话 它就会后执行 就会先执行Pay的之后 再执行Body 那如果说你放的位置不一样的话 当然执行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OK试试看 把画面先黄金多一下 就会放在Body里面试试看 就会放在Body里面试试看 就会放在Body里面试看